狂云大世界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回应川普造势现场 触选喜剧演员的垃圾岛争议 却称呼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引发轩然大波 白宫选战白热化 一降落就以反光背心现身的川普 要出什么奇招 原来是化身清洁队员 登上特制的竞选垃圾车 打脸拜登和贺锦丽 你喜欢我的垃圾车吗 大选最后倒数 拜登日前这句话 恐怕帮了贺锦丽的盗忙 回应更早之前 川普造势活动上 助选喜剧演员的垃圾说 却引爆争议 川普之天抵达威斯康星州 就坐着垃圾车 深入支持者当中 虽然白宫紧急灭火 表示拜登所撑的垃圾 指的是仇恨言论 但川普阵营对拜登最新失言 紧抓不放 贺锦丽也极力和拜登切割 CNN最新民调 乐观呈现关键的蓝墙三州中 贺锦丽在密西根州和威州 各领先5%到6% 宾州则是打平 但各大综合民调仍然显示 主要摇摆州川赫差距在误差范围内 选情恐怕将胶着到最后一刻 让你特别